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看到個新聞, 司警說最近接到好多個澳門市民舉報有片圖透過智能手機入面的網路短訊功能隨機向市民發送刷單兼職廣告這些詐騙訊息, 每日在家工作賺到超過一千元,這些騙討聲稱工作內容協助網路商家提高好評流量, 希望招攬事主在指定網購平台電資購物,去到一定數量就可以退回款項和賺取佣金。 但是如果你的數額是好大的話之後就沒辦法拿回的,去到這個時候他們才知道原來自己是被人騙了。 其實除了這類的刷單騙案之外,網上亦都是有一些招聘方面的騙案, 那這些亦都是非常之誇張,我可以給幾張圖片大家看一看吧。 那這個圖片就在網路上出現的這個報告就說, 好了,現在2023年,為何還有那麼多人呢?就算翻幾個小時的酒吧會有日薪二千呢? 他說原來現在可以按光明正大用不同的假帳號在Facebook請人做雞, 那看到他這個報告就招聘這個黑沙環的酒吧兼職,日薪15-2000元, 夜晚的就回,回5點到凌晨12點了,無需經驗,男人都可以, 那見到他其實就是鋪了不同的地方的。 那我們看回,原來有人亦都是問這些太空號,問他做些什麼。 那工作內容就是下面所講的,他問他還請不請人,問他住哪, 他就說自己住黑沙環了,然後就說這個工作就是陪女顧客, 是跟顧客做愛人問他接不接受,接一個客人就一千元, 說看來現在都好猖狂呀,你找人做鴨或者找人操溪, 竟然是這樣來公開招募,其實他應該是叫做操控賣淫的了。 這一類這樣的騙案有幾種方式的,第一種就是真是叫你做雞或者做鴨, 第二種就是真是騙案來的,就說要你陪女顧客或者陪男顧客, 然後就叫你要給壓金,你給到某一部分的壓金就可以開工, 因為就怕你走老或者是不守信用之類的事, 然後他收完你的壓金之後,你永遠找不到他人的,就這樣被人騙了。 這一個是我所知的作案方法啦, 不知道這一個這樣請人陪女顧客這一類這樣的案子, 到底是騙案還是真的找人做鴨? 好了,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臨近暑假啦,大家找工都記得小心點啦, 因為每逢暑假這類這樣的求職騙案是最猖狂的, 我們就下集再見啦,拜拜! 拜拜!